市民大小市,請教葉園芝 市中心道路封閉16個月 園芝會看後10天內通車 那個什麼都可以車 園芝收到民眾陳情 在六四高架旁 中和板橋交界陣容廣場附近 有一段道路 先前因環狀縣捷運施工封閉 但捷運去年8月就完工 到現在已經過了16個月 信仁未開放通行 園芝邀請里長與市府單位會看 釐清封閉原因 發現不開放的理由 竟然是因為地方一件長期未整合 交通局希望單向通車 擔心雙向通車路幅不夠 且可能影響路口車流 但當地里長希望雙向通車 方便兩邊車流通行 會看現場園芝強調 若是對開放方式有疑慮 應該盡快尋求共識 而不是把路放著不管 影響民眾的使用權利 交通局當場承諾 牽引機車雙向通車 汽車單向通車的方式 示範三個月 會看後10天內就開放通車 現在大陸已經開放通行囉 附近民眾很開心回家可省5到10分鐘的路程 因為那邊機車都是跟汽車塞在一起啊 對啊 如果說開通當然說有些機車走這裡的話 有些想要右轉的人走這裡會比較方便 其實只要政府提高行政效率 就可以讓市民的生活更加便利 若您有相關問題 歡迎向圓芝反應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葉圓芝圓芝圓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請按讚 按讚 按讚 按讚